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刚刚发布的5分钟搞定免费SAPCFVPN进行一些补移 大家对设置上还有一些疑问 所以我们这期作为补充 然后我们使用AWS美国的AWS云来进行讲解 上一期是用新加坡的微软Azure云来进行讲解 好的 这里关于SAP BTP Cloud Foundry的简介 其实就很简单 就是在SAP云上有一个命令行 来对这个云进行构建部署 伸缩日志和服务绑定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概念 在SAP云上面可以构建你自己喜欢的一些服务 然后呢 他CF在BTP里边扮演的角色 就是在应用运行时候呢 可以支持多种语言 服务编排时候支持他自带的这个市场 然后呢 他有这个日志的可输出这个和告紧作用 它至少是这样的 优势我们再提一下啊 免费VPN的解决方案 然后呢 替代了Cloudflare workers and pages IP经常变动的问题 它的IP是固定的 第三个呢 喜欢看奈飞的朋友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支持新加坡的奈飞和美国的奈飞 第四个 人人可以拥有 小白可以搭建 第五个 弹性扩缩 它的可靠性非常高 因为它是SAP云嘛 好 老罗叔叔在这里再介绍一下本频道 我的频道专注于这个分享数字时代的免费资源 和数字技能 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带你畅游数字生活 新朋友可能会说 罗叔 我刚发现你的频道 以前的视频是不是错过了 那别担心 现在就点赞 订阅 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的内容了 好 让我们开始吧 精彩就在前方 我们再回顾一下整个流程啊 上一期这个已经讲过了 我们这边再简单的概述一下 第一步 申请生用账号 第二步 选择国家地区 那我们这个视频就选择美国亚马逊了啊 第三步 安装这个 Cloud Foundry的CLI 本期罗叔是用这个苹果电脑来进行录制视频的 所以这个已经装好了 这个可以参考上期视频下载 你苹果电脑的 CFCLI就可以用了啊 然后呢 安装配置 罗叔的VPN镜像 MOS 第五步就是测试VPN 我们这一次测试是在亚马逊 美国亚马逊名上测试啊 大致上就是这样一个流程 至于后续 那就再看下一期视频能解决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吧 好 回来到操作演示的环节 请大家认真看 仔细听 反复练 请动手 本次的补语主要针对于大家有一些无法收到短信的问题 我们这里就举了一些例子 让帮助大家更快的申请到自己的SIP云 好 欢迎来到老罗叔叔的桌面啊 就像上期一样 我们重新开始申请一个SIP的账号 这里输入邮箱 好 我换了一个邮箱了啊 旧邮箱不能用两次 好 点next 好 输入你的 first name last name 这里反正随便输吧 区域罗叔还是选择美国 你可以尝试选择China 然后看看中国的手机号 是不是能用 罗叔选美国就是要用美国的手机号 很多朋友说手机号好像收不到短信 那么这里再用一种比较方便的方式吧 好 这里要验证啊 摩托车 然后点verify OK 通过验证 要看邮箱了啊 激活邮件在邮箱 好 刷新一下邮箱 好的 激活邮箱在这里 点击蓝色的按钮 激活你的账户 这样sapp btp账户就快被激活好了 输入密码啊 点继续 这是你想要的密码 好 这一步是大家注意啊 是大家最关心的了啊 点击这个按钮开始实用 好了 输手机号 怎么办呢 罗叔用这个免费接码平台 Vtalk的啊 先找一个2895界尾的美国号啊 试试看 复制一下 加一是美国的号 区号啊 好 勾选 点击继续 不行啊 有人用过了啊 那怎么办呢 继续啊 加拿大 随便挑一个 发发发 4吧 发到死是吧 好 钻贴 去掉括号 去掉中间的横钢 去掉啊 它会自己分割的 不能带任何符号啊 纯数字 好 点击申请新代码 诶 诶 识别出是加拿大国旗了啊 上面也写了 验证 输入代码 然后点继续 我们来看一下啊 有没有 应该是有的啊 好 SAP Verification Code 对吧 代码有了啊 复制一下 粘贴进来 点继续 其实大家可以多找一些这种 短信免费接收平台 海外的平台 对吧 来试一下 十六八九都是可以成功的 这样也避免了暴露自己的隐私 对吧 这也是罗书视频所讲的 保护隐私 好 我们这期是选 美国的AWS了啊 亚马逊云了 点击创建账户 很多朋友 昨天晚上在罗书的Telegram群里面在问 选美国会怎么样 那我们正好借着这期就用美国的AWS来试试啊 其实一样的啊 除了一个服务器不一样 好 再看邮箱 又多出了两封邮件啊 就搞定了 搞定就三封邮件 大家记住 三封邮件就搞定 好 等一下啊 还在创建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 郑巴区新加坡时间 北京时间的八点 十点多钟 应该在美国来讲 应该是晚上的八点钟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亚马逊云的速度啊 感觉美国人没那么卷吧 晚上七八点钟 往下上班吗 点一下 转到您的试用账户啊 因为罗叔还是比较认真 比较心急的 昨天晚上考虑到 众多用户的需求 今天早上赶紧坐一起啊 好 这个看一下 还是什么90天啊 删除是10月25号删除 点一下 US啊 美国的这个亚马逊云 进来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跟上一期是一样的 大家有什么设置上的疑惑 请看上一期啊 上一期操作还是比较 相对慢一些的 这期因为是基于上一期来补移的 所以速度稍微快了一点点啊 快了一丢丢 好 应用也是没有啊 其实 Cloud Foundry就是在SAP雲上面搭自己的应用 好 所有应用最多4G内存加一起啊 这又写了 那我们就来调用我们的命令行吧 罗叔之前已经装好了啊 所以只要直接敲入命令就行了 好 现在登陆我们美国亚马逊云的这个节点啊 节点 好 交回车 输入邮箱 这是罗叔的这个邮箱了啊 新邮箱 好 安靠罗.dem at outlook.com 密码就是刚才设置的密码 好 认真 OK 成功了啊 成功了 说明您登陆到这里边来了 但是这个人机对话的网页是白板啊 我们现在开始拉取 罗叔的 Mouse的Doc镜像啊 这里随便起个名啊 这是罗叔选的在sap云上的这个应用的名称 不可以重复啊 所以找个比较特殊的安靠罗 VPN就叫这个名吧 好吧 应该这个时点还没有多少人用这个名吧 好 交回车 开始push了 拉了 拉取 好 看上面啊 出来一个安靠罗VPN名称下面用程序一 多了多出来了啊 现在的状态请求状态是stop的 还在拉好起来了啊 这个已经自动起来了啊 绿颜色start 起来了 好 那我们 就可以继续进行一些实验了啊 我们现在就直接问他的日志里边拿 v2ray的节点了啊 v2ray的节点了 因为罗叔的UUID是随机的 所以 这作为演示来讲就比较懒了 就没有自己输入自己的UUID在把它固化在APP里边的这一步了 大家要以上一期为准啊 要输入自己的UUID 本期只是做一个测试 让大家看一下 在美国亚马逊云的速度怎么样啊 就是这个很简单的目的好 我们复制 这个URL 看一下啊 这里再展示一下推送好之后 这个是路由啊 然后用的内存和使用的硬盘 512兆嘛 还是512兆 下面就是相关的信息啊 ready 好 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啊 这个输出的这个日志其实是 已经是编辑好的了 安靠罗 sap v2ray 大家记得啊 自己用的时候 记得按照上一期来选择自己的UUID 然后还要固化一次 再重启一次机器 这样无论机器 重启还是停机 你只要一开启 你的UUID永远不变 即开即用啊 好 好我们来再看一下看一下油管吧 开到4k 我们来看一下 四五千万五六千啊 在这个时间点大概就是这样一个速度了啊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IP地址 美国的啊亚马逊啊 amazon.com 对吧 在美国的西海岸 啊 东海 测一下速啊 speedtest 大家最喜欢的环节 看看亚马逊云到底的速度有多少 还可以啊 还可以啊 这是刚刚出实话 45 40左右 40左右 大家很关心的比较新加坡 微软 微软 黑九云跟美国亚马逊云的速度怎么样 这里就实测一下 OK 在50 下载啊 上传是31 来 再试一次 再试一次啊 好 试试三遍 好 再看一下 这遍的速度怎么样 有所上升啊 有所上升 70左右 80 大概最快 哟 有100了啊 还是可以的 看看上传 上传基本上维持在50 下载100兆 10兆 上传大概在四五十兆这样 好 我们再来最后一次啊 试一下看看 基本上在100兆左右 美国亚马逊云的速度就是放在100兆左右 90 93 上传基本上维持到四五十 好吧 那么这一期的补移就到这里 所以谢谢大家观看啊 感谢 oft 糕 一直在 还有 20兆 还有 20兆 用 20兆